来 兔鸡 别动别动 你这是要打飞机啊 都到天上了 来来来来 对手 眼睛看前方 慢慢上慢慢上 留头留头 好好好都对都对都对 你干什么 是风驰 放回去放回去 对对对 放回去点 好好好 对对 唐董 您是来打高尔夫呢 还是来跳华尔滋 我说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我这不是看您唐总球技好吗 想跟您较量两个儿 我发现你呀 是真没眼力尖儿啊 这没看见我叫初期打球呢 再说了你行人打得过我 行不行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 毕竟您是来打球的对吧 这初期呢 长得也不太像个球啊 您都快把它盘包僵了 你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说 就是在我发现我们讨论当中啊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什么叫引起对方的不是 或者是他不受欢迎 有的人觉得 你看我给你发微信 你也给我回了 没有觉得你不愿意啊 您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所以就是刚才李律师讲的这个 它是个参考文本里面的定义 这个参考文本呢 它有一个目的 它是用在哪里的呢 它就是用在刚才侯老师说的职场里的 这是专门为职场制定的 一个参考文本 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包括像我们的教育大学啊 因为这里地方存在着 最大量的上级下级 我是老板你是 或者是我是导师 你是学生这样的上下级关系 越是在这种地方 越容易发生 就是有权力关系的地方 对 有权力关系的地方 但是因为有权力关系的话 它就很可能会 我又不是 我也忍 我也就为了显示 我还有一定的职场经验的人 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为了显示自己有情伤 他甚至还会 他不会马上就给你翻脸嘛 因为背后是饭碗 对 背后是饭碗嘛 饭碗和发展 对 所以他不会马上给你翻脸 他好像还得回你的微信 他还得和你打交道 对方实际上不是不知道 因为我们之间还得有业务 我还得给你汇报工作 我们还得交往的嘛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得回 如果在那个过程中 你不停地进行和性相关的 这种暗示 挑逗 比如说你今天头发真好看 这个跟性相关吗 头发好看怎么就跟性 下面呢 那就看下面会继续聊 如果你只是表扬说你今天很精神 没问题 这就是工作上很好的关系啊 上下一集很关心的关系 那他也许往下就会说别的了 对啊 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例子 就是你可以听一下 你觉得他有没有性暗示啊 他会说你长得很漂亮 没问题对不对 然后呢他下面会说 你坐起来很端正 这个听上去也没有 然后你走起来像带着风 这样听你也觉得还OK 然后他下面一句话就是 我不知道你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它会是一个连续的 让你就会从连续的里面 能够听到性的暗示 因为那前面是前奏 对 正文还没下来 会不会有人如果只听了那个前奏 他就说你夸我漂亮 我觉得也冒犯我可以吗 那倒是 可以这样觉得吗 其实漂亮我觉得就是还好吧 漂亮如果在工作场所 有人夸你漂亮 我理解它还是一个礼貌的一个体现 但是你看它可以一步一步的 就到和性相关的 另外本人会有直觉 这个直觉我们在预防性侵的这个 特别是给小孩子讲的时候 就是连动物连植物都有的一个直觉 你看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 有的人一抱他他就哭 这都是直觉 人生来就有的一个自然界的一个正常现象 所以我们告诉六七岁五六岁的孩子 当你感觉这人对你不怀好意 你就感觉不舒服 马上离开他 对 好说你们这个教育特别特别重要 很多被性骚扰不知道抗拒 或者还在礼貌的回复的女孩 可能都是没有经过这种教育的 因为他们还会觉得我要有礼貌 我要听话 我也许靠乖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其实是解决不了的 再一个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他有时特别缺少母爱父爱的情况下 那别人呢给一个拥抱啊 一些好孩子啊亲戚你啊 他会感觉很舒服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上司对吧 他可能会给这个下司好 明示或者暗示的给他发信息 你给我提供相关的这样一个性方面的服务 那我可能会给你在这个录用啊 崭新啊对吧 然后晋升啊 甚至包括什么出国深造啊等等 这些方面给你一些好处 作为一个下属来说 他如果想保住这样的一份工作 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种相对维稳的方式 去表达自己对这个行为 这个男方的行为 很明显判断这个性骚扰行为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被害女性 通常她会有回应 有时候她的回应甚至是积极的 比如说她呢 这个微信聊天 这个表情包非常丰富对吧 她可能是花一个笑脸 对 我们从形式上 对这个笑脸怎么界定 从形式上你就很 形式上你很容易得出一种结论 被害人对这个行为本身并不抗拒 对 由此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性骚扰行为 现在社会上持综的观点的人非常多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对于 机场性骚扰的本质特定 他们不明白 让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A公司跟B公司两个 A公司呢 它的联络员可能是一个处级女干部 那B公司跟它对接的 它可能只是个小小的男科员 但是呢 B公司这个男科员 它掌握A公司双方合同的这种签字权 中国刚才讲的 业务关系当中小小的权柄 那么他就可能在利用他这种小小的 这种签字权这样的一个权力 去对跟他接洽的A公司的这个 处级女干部 明示后的暗示提出一些性方面的 这样一些要求 那你说 比如说 对于A公司这个女性 处级女干部来说 她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而且最极端的 除了我刚才是讲的 比如说在办公室 这样的一个职场文化当中 这个异性恋的男性 他可能就会利用这种 对吧 我们这种父权子这种观念 来开一些访问社效果 当然很多里面可能有很多 这个女同事 这个其实本身说实话 它就是一种权力不平等关系 这个就我特别想问了 就是父权子观念一种延续了 对 它根本就是个性别差异 它就能构成一种权力上的差异 我那天跟有几个这个男性同事在场 我就大概说了一下 您在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解释 其中有个人就说 哎呀 听得我一身冷汗 我到底以前有没有骚扰过女同事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 你还好 但我觉得谁谁谁 可能就保不住了 说他这个人呢 就是经常喜欢在办公室 开一些这个黄色玩笑 可能女同事说一个什么动词 什么他就会接过去 往这方面引 然后女同事会站起来 掉头就走 就这种您 在您的定义当中 就构成骚扰了 比如说哈 这个男同事 他可能当着四五个这个同事的面 里面有男有女 来说这个黄色笑话 那么A A这个女同事他就无所谓 你说的我还挺高兴 我也那个回两句 对吧 他没有对这个行为表示抗拒性 我认为A来说不构成 第一回女性是骚扰 B女同事呢 他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然后他就跟这个 跟这个男同事讲的说 你不要讲这个好像有点太过分了 我特别不喜欢你在讲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男同事接着讲 很明显 对于B来说 他就构成第一回女性骚扰 所以他对不同的人 他的这种感受 他也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语境之下 不同的人的感受 他不一样 那么这个行为的定性也是不一样的 那你刚才要是回应 那我刚才所讲的 对性骚扰的三个核心要件 缺一不可的定义上来过 这样完全你可以套进去 那这次其中有类型 因为我们在那个2005年的时候 我们是以热线为平台 发现问题以后呢 然后申请资金做项目服务和研究 我们是在那个三个省市 北京浙江社科院 在杭州还有广东中山大学 这个女性文化中心 我们三家合作呢 搞了一个大型职场性骚扰调查 我们工作中最难的是什么呢 我们到大中型各种类型的企业 去开座谈会 谁都不接受 个案访谈还可以 但是座谈会几乎没人敢发言 甚至工厂里都很难接受 那你这么一说 好像草木皆兵都是 我感觉是 你要说到处都有的话 你会感觉一个是被害人自己 也很害羞很尴尬 难道我们这里的男的全都是流氓吗 是啊 两方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 去承认这件事情 我发现呢 这里呢是我所想说的 三种类型中的一种类型 就是游戏型的 游戏型中呢分两类 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没有意识 他没有意识 他就觉得好玩 好玩 而且呢 人缘好 大家高兴 快活 对 你拿一堆零食 我呢说一些笑话 大家哈哈哈哈 挺好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触心几虑的 我们在座谈人会中 发现的 就是说什么呢 这几个男的凑在一起 把这几个稍微像点 长得稍微好看一点的 分配 你归他 他归他 他归他 看谁先能得手 这个得手的标志呢 不一定是非得去发生性关系 但是起码愿意跟你接近 表面上看起来你们俩比较接近 就是男人之间半开玩笑半认真的 但是实际上呢 你把这些女性当成猎物 你本身是一种不尊重 有些人是确实没有意识 你看有的人从小生活在女人堆里 像贾宝玉那样的 你看他他能够跟他带一个 两人躺在一个 你不觉得他多么 敏晦下流 对吧 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 我们有一个志愿者 他跟大家是打打闹闹 推一上耍一上 或者包括 哎呦姐你好 不是亲一口 但是没有任何人说的 会有那种 大家非常喜欢他 人家也不感到冒犯 第三种呢 是一种贪欲型 就是病态了 我认为是病态 他因为成长环境 可能从小没有爱 甚至没有老婆 没有固定的 或者自己不愿意建立固定的 和美的婚姻生活 所以呢 他到处呢 就是抓毛避狗 就算轻的 还有呢 邪心一定要占有 也是在单位中 也包括那些个 忠诚 没有什么权势的 但是他跟你在一起 他就要摸你一下 动一下 出去开会吧 做了他 他必须这腿啊 跟你挨得特别的近 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人 他们是心里 或者生理上有问题 还是 我觉得是心里有问题 是贪欲 一意孤行的那种人 这样的人一旦 有了这种情感方面的冲突 或者说他有了 某些方面的欲求 他是一定要到手的 好 那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上去吧 好吧 不用了 今天已经很麻烦您了 易总 反正豆豆到了 再说你自己上去 我也不放心啊 这就是前面那栋楼 我走几步就到了 真的不用了 好吧 谢谢啊 你慢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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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是呀 何惠 是我 何惠 何惠 李总 谢谢啊 能接下厕所吗 确实有点急啊 谢谢啊 其实就是这个词语它其实是外来的嘛 确实也是美国的法学家首创的 但是它首创的时候 其实就是为职场创造的 因为它发生的最多的 还不是说我们陌生人之间 在什么路上突然来挠腻一下 这种凯游啊 什么来 其实更多的 它创造出来 它就是为更多的为熟人准备的 那个熟人就是指的是 你在工作场所遇到的那些人 我估计李御是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从男性的角度来说 其实最不喜欢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性骚扰和权力联系在一起 说这个一定是跟权力有关吗 就是他们老觉得 其实自己权力也不大 怎么我说点话 我说点玩笑话 我开点这种调节气氛的东西 就叫性骚扰呢 为什么我这不叫调情呢 然后呢我上次跟一个男生讨论 他说你看我单身 他说我不是也得追求姑娘吗 然后我们说对啊 他说你看这桌子上 不是有好几个女生吗 他说你想想 就是你站在一个男性的角度来想 如果我要追求别人 我会怎么追求 对吧 他说我要追求 我是不是要暗示几句啊 我是不是得就是追一个人的时候 我要请他吃饭呢 然后我想看看对我有没有好感 我总得说点话吧 我不能够把它当成就是普通朋友这样来交往 我得去试探对不对 他说那你说我这种试探 可能就会有一点点跟性相关的暗示吗 他说那你怎么把我这种追求调情 因为有可能我们聊着聊着不就成了吗 就是他说你怎么把我们这种调情 人和人之间正常的和性骚扰区别开来吗 男性男性男性 很容易碰到啊 就看对方的反应啊 你以求我愿 但是但是他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对我是要看反应 但是如果我不做 我怎么知道他的反应呢 他有可能是我根本就看不上你对不对 然后就就完全不接 但是如果我不做 我怎么知道他对我有没有兴趣呢 所以我一定会做的 或是我做到哪一步 我知道他拒绝我 我做这一步到底是做还是不做 做了你就说我 你看不上我你就说我是性骚扰 对吧 如果你看上了那我就成功了 那他说如果你们这么定义 我们的正常调情和追求要怎么做 就是看对方的反应 如果说人家对方明显的表现出这样一个不是 你不要再说了 那你再说那还没心急高清心骚扰 就是你试探的时候不可能有性意味啊 但是现在的这个节奏变快了 社会的节奏比以前要快得多 所以呢他有可能在一顿饭的功夫 他也许就已经会试探到下一个阶段了 所以呢我其实当时是这么解释的 我不知道男性是不是能理解这一点啊 就是如何去界定 什么叫调情 什么叫性骚扰 因为如果说调情可能是更多的是限于说 就是平等的两个人之间的 你和你喜欢的女性之间的 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女性给你有来电 然后你想追求她 这个时候你可能开始会有一些语言啊什么的 这叫调情 但是性骚扰她并不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人 我的意思是说她不是针对某一个你心动的人 而是她只要是一个异性 只要这个人 我觉得 她实际上是只要你身上具备这些性征 你有这些性征我就可以说这些话 她没有喜欢上你 而是喜欢的是那个女性的那个群体 所以她只要是女的 她可能就说这个话 可是我怎么知道你给我发了微信 那怎么知道你给我发了微信还给别人发了 还是说要到办公室别人都开始议论说 这个人带给你发了给我发 管散网 对就类似一下管散网 然后我要说 怎么知道呢 我说你要看你是如何去对待这个女生的 你是把她看成就是她 我对她有兴趣 还是说她只是因为她是个女的 我对她有兴趣 因为这实际上就是调情和性骚扰的第一个 最大的不同 就是你是把她针对一个人 一个不一样的人 还是一个性 她是一个性别 这个你蒙不了一时蒙不了一世 对 你是主要她是一个异性 只要她有那些性器官 性符号 她就会开始对你有这些语言 这就是性骚扰 如果考虑到权力关系 就是就假如说你俩是平等的 你压根就不敢不敢说这句话 可是你现在是供应商 然后她是来找你签合同的 你就敢说了 这就是 那有人说我们有些传统概念里面 还觉得这个才子佳人 什么半推半就 这个你们怎么看呢 就是说她所谓的拒绝 哪怕她说不 这个当事人肯定心中是有说的 对 而且外面大部分人也是能够分辨的 可是男的可以说我没有 或者说我没有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我没有看到你 对啊 我看她还挺愿意的 对啊 她这么说呢